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这种形象之中的差别就是形体 形体不是行为 形体上面的这种作用 因为形体那一定代表一定还有设行为 形象中的差别 居然在这些祖师过去的一切事迹当下 你都能够本他都有什么都有表发先前 因为一些万法没有离开过心骨 只要你那些时间你回头认这一念心石 所有这些行为都一定不出如是法术 不出如是法术 所以讲到过去凡夫随顺觉性时 就如同玄奘大师过去在唐朝 首先找不到很多的道理 念念之间知道 这个佛教传入大唐 传入中土 但是一切经典未起 所以心中启程念念的枯渴 启程枯渴 就启程大志想要去求法 所以讲到这一念心就是行者最初在凡情之中 已然不同过去根本凡夫的作用 所以那个玄什么叫做玄 那个玄中是念念之间已经发生志愿为玄 是真正的念念之间 你念念在志愿之中 念念发生志愿为玄 藏来藏叫做利通大用为藏 所以藏壮大也能够利通大用 发生志愿叫做玄 你能够深入一切志愿是玄 所以你要是看不到一个行者 要看不到心中这种发生志愿 志在哪里 志在根本本来面目上的那个怨心中 所以愿则讲原心 就是根本本来面目上 你要体会不到你用到这个心 你根本也是什么 根本在你心底深处 根本连求法的欲望都没有 所以你有这种玄奘心 看到你心底深中的玄奘 表示你命令之间 纵然你现在不像过去一样 过去是看不到经书 纵然你现在一些文字都很方便 经书都很方便 但是我们却在这些经书文字之中 你却钻不到任何东西 我们体会不出任何东西来 所以就在这些文字像中 这些安部的文字像中 都是过去繁琴的种种积累中 因为我们都是用繁琴的意识 在看一些经典的这些文字的 所以本来经典是贯穿的 本来的圣意 你却用繁琴之中不断在这边燃造 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他相接 伐水没有办法相接 所以内心之中永远出不了这种关卡 那这个关卡是在哪里 就在繁琴的赤神处 就在繁琴最堂皇处 所以叫大堂 你念你之间都已经在这边 过去习惯就以为这边就是有根本的 对不对 就根本本来常住之所 本来久安之地嘛 叫长安 就叫长安 可你却能够在这边因为深入志向古 你却能在现前的一切感受之间 念念之间已经觉得饥渴 哭渴 那不是求法的方向 那不是一个行者所用的一切资料 所以你不会在上面再寻宝足 不会在过去繁琴的造作上以为宝足 你念念之间在法语上面 在法识上面念念觉得哭渴 觉得心中那种求法的苦可饥饿 所以 玄奘是怎么出关的 你知道吗 本来根本大堂不让他出 对吧 长安城 因为饥荒 长安开大门 让鸡敏出去巡视 玄奘出去 你要看到心里的这个饥荒 你才能够看破着 过去长安的这个大关 你根本没有那种像玄奘那种毅力 你也看不到心中那种苦可 所以你一定要先学会那种求法 那才是真正的求法心 所以开始玄奘第一步到的是哪里 从饥饿 总就是开始 因为饥荒 开始开沉 玄奘出沉 开始第一个到梁州 先到梁州 因为不能详细详细解释 就跳着这样 到了梁州 梁州是什么 梁州就表示 你真正懂得那个饥荷石 真正懂得开始走出 过去繁琴的种种的那种 那种幻惑的那种 以为的长安 以为的繁荣 然后你心里面那种怨心 真正跳出来那个时候 心中已经开始念念在这个上面 已经最初得到一个行者的清凉 那个就清凉就是什么 散去过去的热闹 换着现在前行的志向 要做清凉 所以他在梁州 在梁州城有很多的故事 以前旧摩罗什大师也是被囚禁梁州 对吧 反正梁州已经就是热闹散去 热闹散去 叫散热闹 热闹散去 就叫做梁 所以玄奘大师在梁州是在哪里 就在寺庙宣讲 开讲 那为什么在寺庙开讲 表示什么 表示他就是散去过去烦情的热闹 念念已经在大众之中 已经安部法相 安部宣说法义的 种种心中的去向 所以他叫大众开讲 你再看到一些众援合格处 你是在一切法相之中 一些法义之中 一切圣教之中宣说的 你念念不在烦情之中造作 因为烦情已经离开大唐 离开长安 所以在梁州 在梁州当下 但是还有唐朝的兵 想来抓他回去 要来抓他回去 为什么抓他回去 你过去的习气还在后面尾随你 想要抓你回来 唐朝 你就是偷渡的 习气就是会尾随要抓你 所以他就 夜渡就到了瓜州 到了瓜州 第二站叫瓜州 瓜州是什么 瓜者大手艺 手也 手着 也叫结石 什么手 元气结石 手也 缘分 手了 所以他从梁州清凉中再往下逃 不再让梵琴所束缚 在被他拘提时 念念之间 那种求法的决定心 已然成熟 那真正念念向道的心成熟 所以我们先要从根本过去的 以为那种赤胜 那个念念之间的执着中 掀出那个观 在那个观中 你能看到心中整体的那种气氛 气质的太幻 那我看到那个气质太幻 那才是你入到瓜州 念念求法成熟出 那是瓜州 那开始求法成熟 所以到瓜州 他在瓜州的时候呢 那瓜州因为 他要开始要度 要过那些 要过 要出西域了 要过度西域 哎呦 时间不够了 因为要过西域了 所以他一直希望这计量说有一个人能帮他走出这个这些这个这个带他怎么怎样偷渡要超出这个抽出这个国界怎么样偷渡出国界 所以玄奖大师在那边在佛像前一直在求 一直在求有人帮他啊 有人帮他带他出国界 这个时候 就遇到一个胡人 叫石盘陀 遇到胡人 胡人是什么意思 胡人就是放 放牧 放牧之人 放牧 我们过去的念头都在凡情中放牧 那就是胡人 那就是胡人 石盘陀 名字刚好 仔细思维 石盘陀三个字 名字上面还有表法 石者 石头的石 是直 直 就是 坚重 质量的直 直之坚重 直啊 石头是直之坚重 直物 就是那个不是 就是那个直地 非常坚实 橙重 直之坚重 盘陀呢 盘陀叫做量之极民也 一些数量 盘陀是量 是度量 度量叫盘陀 盘陀 过去好像计量里面 叫二十八种 十一盘陀 十一盘陀 那个度量 是量之极民也 表示最后 虽然到瓜州 因缘成熟 但是在一切过去 众生情想之中的 余值 余量 心中的伎量 那感受现前处 那种沉重中 那种叫值 念念还在现前的 以为 念念要向到 那个心中 那种决定心中 事实上还没有离开 凡情的伎量 虽然原情是去成熟了 但还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 但他不是过去的凡情 这么样的沉重 但他最后 那个维系处 他是真正看到 原来那个 那个心中 念念还在 感受放牧 游牧的 那种情节 你连想要 计量 有人带你出 逃离 就是能够超越国境 都是计量 那完全都是计量 所以石潘陀 告诉他 他能带他 我石潘陀 跟他求寿无戒 告诉他 他能带他 所以石潘陀 是胡人 他当时在 瓜州的时候 可以去 自己尾随 玄奘 要请大师 祖师 帮他 归一 我刚讲 光这个名字中 石是一切 直之 坚重 盘陀 就是量之 总明 量之 总明 那表示 就是过去 心中的 所有的一切 繁情的感受 之中的 所有一切 尽量 勤想 都是在这里 虽然已经到 瓜州 但是还没有放下 过去的一切 勤想的 种种造作 那种 维系 这没有完全断除 那种种维系 但是你 那个时候 已经已然 能够明白 那个维系 最初 那个 堕在 感受之间 那个游牧之庄 所以那是胡人 他叫做胡人 那这种 已经不是 这种感受 这种伎量 已经不是 过去 直下 堕在 繁情之中 到处流转的 这种作用了 他一念念之间 已经都是回头的作用了 所以叫做 求手三规 所以你到了 如果那个瓜州 你另一念之间 要走出 要想要跳出 过去这个 勤想意识的 这个国界时 你还是必须要 借重什么 借重现前的 勤想伎量 因为决心 现前处 都是勤想伎量处 行者归家时 虽然刚刚讲说 另一念之间 要在大绝体上参 大绝体上 你要在哪里下手 不是在勤想伎量上 下手吗 谁帮助你 偷渡此国 谁帮助你 真正能够平安 越出此欲 还是勤想伎量 还在勤想伎量中 所以他遇到 那个是石潘陀 但这个勤想伎量 已经不是你过去的 勤想伎量了 这已经是念念 已经随你 求法心中的 那个因缘成熟 瓜州那种 瓜州那个 瓜字那个 作用上面 那个念念三规的像 所以石潘陀 就跟玄奘约约好 第二天呢 石潘陀又带了一个老 老胡人 签了一瓶枣红老马 来给玄奘 跟玄奘讲说 你这个少马 不堪远行 这马您太年轻 不堪远行 我这个老马已经 走过这个沙漠 好几次了 老马师徒 刚刚讲到 勤想伎量 终讲石潘陀 为什么是老马 要在勤想伎量 最后的成熟处 你才是回头时 在一切勤想伎量 最初现前处 那是一切 在伎量当下 勤想之中最赤身处 你想要在那里回头 众生想要在 这种赤身的势力回头 太难太难 那你都是要 在哪里回头 就在一切勤想之中 你知道它根本 最后的落在处 它的落就是 泄落处 就是一切元老之处 元老 因元老处 元老之处 那才是一个 你心中行者 赤心忠贞的决定之处 叫做赤马 也是老马 你走在一切因缘 最老处 成就处 成熟处 你才是可以看到 回头时 所以老马是土 连这个故事 玄奘 大家看过这个故事吗 所以玄奘大师的传记里面 有这个故事 就顺便 就把这个故事 一步一步讲一下 你会发现 跟你心机是居然 非常吻合 你先要懂得那个胡人 看到你的石盘陀 因为你永远都在 伎量之中 想要超越凡情 看到你的石盘陀 然后你要换成老马 为什么 你在伎量之中 不是现前的一切 过去的情想之中 赤胜的伎量 那是念念削弱的时候 一些元老 元末之后之处 那个象状中 你才能够念念回反 过去在繁情之中的 一切因缘现前处 那元老之时 也是回头处 只是在下一个回头处 我们又跺在情想的 最初的出生的赤胜里 所以叫做启程轮回 那将来你在一切 情想的出生的赤胜当下 你就直下能够体会 那个元老的 最后的那种势力 你当你直下 就能体会元老的势力时 你再看他回头时 就是回在哪里 回在他能够启程势力 然后必定因缘 能够老旧老坏 能够不断回头出 你看得到这个轮回时 那是征兆到决心出 不是在元老回头 有个决心 而是你明白 他这种轮回 就是决心 就如同刚刚讲的 一些凡夫随顺决心 人家一些凡夫随顺决心时 你还是念你之间 都在凡情上面 超越凡情 你在凡情上面 求得解脱的 所以念你 你就要在这个上面 去体会 怎么样下手 如何在凡情上面 念念求得解脱 念念有如是境界 念念能够知道 这些法界 在这个法界境 如何在这个决心上面 看到行者的一步一步 按部就班的 念念之间的 这样子精进的登进 所以石盘多到了晚上 夜行 那晚上 为什么是晚上 就是一切在过去感受之中 因为一些感受叫做被决 就是顺着一些过去感受 最赤胜处 夜行 行者就要担当在一切感受 在决体上面 过去都叫被决 但是就在被决的这些感受 最赤胜处 你开始念念 去启程做官 启程回家的 那你为什么有这种决心 就是你已经出城了 你已经不是过去的 流转在长安城中的 凡夫了 所以你才能够担当 这个夜行的 所以当夜行时 经过护鲁河 对吧 看到玉门关 但他没有走玉门关 绕过玉门关 尚有数十里 什么叫玉门关 玉门关是过去古代 屯兵之处 玉门 那玉也是什么 石头之精华 那也就是一切过去 倾向作义的 不断的穿梭之处 过去在建这个古代 汉唐建古代 玉门关是赌玉 抵御匈奴 在抵御匈奴的 什么是匈奴 你知道吗 那我不是讲历史古事 我讲心中的匈奴 大觉心地随缘时 念念心中常怀 念念谁感受 被感受所意识 意识者奴也 他就是在怀 这个凶字讲的凶怀 也可以当凶怀来讲凶 这个凶字 是念念之间常怀 那也有像洪水汹汹的凶 那势力庞大 但是念念为奴 就是都被意念意识 所以被意念意识 之前是完全散在 缘起的放牧 游牧当下 但是他念念之间 要涂到哪里 就入到哪里 入到根本重心的 重心世界 所以他要一直要 不断地侵犯中原 你的那个作用 一直不断侵犯中原 心里面的匈奴 不断地侵犯你的长安 你只敢躲在长安城中 自以为安 当你能够在御门关 设下军事重地时 你以为你在抵抗匈奴 事实上你越觉得抵抗匈奴时 你已被匈奴所匈奴了 那个叫做 以此境界还是障碍 你还在那边抗衡 都在那边抗衡 但是你的修行 你不是在这个境界上面 你根本不在过去的 一些倾向的种种 出入通路上面 再做解释 所以绕到御门关上游 他不走御门关 意思就是你将来 不要在任何过去 倾向的通路上面 再去设想 你根本跳出 也就是佛经中常讲的 你不是一节一节出去 你是穿竹而出 破竹而出 然后走上上游 十多里时 过护卢河 经典是讲护卢河 当然护卢河 现在就讲葫卢河 还是用护卢河 这个文字比较好解释 护着一个夸 一个瓜 刚刚不是在瓜州吗 过去倾向计量 想要念念之间 在这个缘起 虽然叫成熟 可在这个缘起 成熟时 还是躲在众生的倾向中的 所以那个成熟处 还是夸大的 不实的 所以从一个夸 从一个瓜 叫护 然后在这个上面 当我这个是猜字讲 卢就是卢尾漫漫 在看到杂草重生处 心中念念之间 心里面那种 还在烦情的飘荡 卢尾荡中 叫护卢 你能度过如是的作用 当然在 在三藏 这个大唐三藏 法师传记里面 讲说那护卢河旁边 有胡椒树 都有胡椒树 砍这个胡椒树 那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过去在 种种放牧的 种种心中 那种 念念之间 胡椒 属于麻辣 对不对 也有通气 那胡椒 还从一个木 从一个树 心中 贤熟 你要看看那个胡椒树 你再也不是随着 世间的这种胡椒 任何心中放牧的 这种胡椒 你要过那个河 所以过了河去 过河以后 讲到玄奘 大师大喜 因为已经过河了 觉得很欢喜 可这时候 施潘多居然 启成害心 想要害玄奘 想要害玄奘 因为他想要反悔 不想带玄奘去 故事是这样子描述的 你会觉得 其外明明 求授三规的人 又发现 带他过了护卢河 你现在又想 把别人害掉 他又不是说 真正想要害 一个和尚的命 但为什么 在玄奘的境遇里面 就在他的 所有的一些接触中 会有如是的际遇 我有的时候 仔细思维 那其实就是 心中的机遇 你虽然过去 假戒烦情的伎量 一过了葫芦河以后 就是过去 过了那个 根本的交界处以后 你再用如是的伎量 就是害命之时 害什么命 害法人会命时 你过去不用它 你不能顾河 你再过了河 你再用它 就是害你 所以玄奘大师 在后面就讲 他从此以后 就决然孤游 决然一人 但就一个人 决然孤游 他就后来 就是跟石盘托讲了 石盘托就走了 就决然孤游 甚至说绝对不出卖 石盘托 干嘛不出卖 意思就是念念 根本不再计较你 根本念头之中 根本就没你了 就是你根本不在 任何过去的伎量之中 再说伎量 那是放下过去的伎量 虽然要假借伎量 带你渡河 但渡过河去 你应该要知道 决得伎量的 已经不是伎量 你要还在攀缘伎量 然后带你偷渡 那你就被伎量害死 那就是害命 因为这个故事 就长到他决然孤游以后 玄奘在刚开 他绕过御门关 还没有到了第一峰 五峰 风火台前的时候 他经过一片荒漠 那个时候 起成种种幻影 大军压境幻影 鬼魅 先前幻影 刚刚讲 他离开御门关的屯兵处 他已经不用到 烦情过去抵御的那种屯兵 念念之间 在上面不断交针的作用 他虽然假借过去的伎量 带他 施班陀 带他过河 但过河以后 他从此捨去过去的伎量 才看到 原来过去 在红尘之中 在大决心体随缘时 那种种种大军压境的幻影 什么大军 就是新意识之中 显现出种种力量 大军压境的幻影 但是他那个时候 已然知道是什么 知道是幻影 你到那个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幻影 过去的造作的形态 清清楚楚 但你才 你到那时候才知道 不过都是映尘而已 都是名相而已 大军压境 所以他 经过大军压境以后 他夜半到了 第一封台下 为了取水 在那个上面有水 第一次在那个时候 经过那个荒漠 看到的水源 喝水 去那边喝水 结果台上的守兵 看到射箭 所以这一次喝水 是真正什么 已经离开幻觉 那个时候 在引的那个伐水了 那种清凉 取水 你准备取水 但是已经在 第一个烽火台前 那个时候 再看到那个守军 就不是过去 玉门关的屯兵 那是念念之间 在你决体当下 面对种种意识 必定大军压境 就是入到城中 那种压境的 最一个战前 烽火台前 你看错 那就是烽火 敌军县前处 你看对了 那就是校尉 王翔 他是学佛人 所以为什么 他那个校尉 叫王翔 王者之师 念念清妻 念念清处 叫王翔 但他学佛人 刚好是学佛 学佛就是你在最初的 那一个烽火台前 那一个念头 念念之间 你不要忘记佛名 那个教尉 也叫校 也叫校 也叫教尉 就是叫王翔 名字也叫王翔 看到玄奘来以后 礼敬玄奘 然后送他出烽火台 所以就帮助他 走到第四关 拿了水以后 拿了水以后 这个时候 从王翔 从烽火台中 再出去 玄奘踏到了沙河 叫做默赫炎气 大沙漠之中 这叫断人我之 已经不在五音之中 种种造作人我之中 再去起身狂想 但是在走近 但是他最初看到那个法我中 虽然法我还没有大名 所以叫走进默赫炎气 默赫炎气叫沙河 为什么叫默赫 默就是默要的默 赫就是赫喜的赫 赫喜叫庆也 欢庆的庆 炎就是延续的炎 气就是一个石头的石 加一个责润的责 对吧 默赫炎气 为什么叫做默赫炎气 因为默赫炎气 讲到默字 就是不可以知为默 什么叫不可以知 你不可以在 因为人我都断了 所以在法我上面 虽然还没有清楚 但你不会再 跺在任何感受上面 以为可以已知 不可以知为默 来往奉庆为贺 过往奉庆 叫做贺 奉手的奉 奉银的奉 庆欢庆的庆 叫做贺 这个大沙漠之中 叫八百里沙河 八百里沙河 就是你八世 在始法界中 百界之中 念念之间的 种种差别像 八百里 但这个八百里当下 他已经不是 过去的繁情了 所以回头 在过去的繁情之中 那是过去繁情 已然之道虚妄 但是他念念之间 他也还没看到 大绝的根本的亲民 那大绝的 所有的亲民 也不是众生 以为心中 可以立名的 可以已知的 那个名字 所以正在这个 这个心态上面 是什么 是最枯渴时 那是如同走到荒漠 两头抓不到的 墨赫 你走进大沙漠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看不到任何 在你的心意识中 你再也不随 你过去的心意识中 种种造作 看不到任何物像之中 任何执着 还留住在心中 可在大绝体上 还没有圆明 所以叫做 上无飞鸟 下无走兽 又腹无水草 那也不是你在上面 补给的地方 那它的颜是什么 颜则叫做 无始相续为颜 就在这里 无始相续 什么叫气 大漠流沙 叫做气 大漠就是广漠 那大漠 为什么叫流沙 随缘故有流沙相 所以叫沙河 随缘故起成种种成相 叫做流沙 但是你知道 起成流沙的 根本的随缘起成 种种成相 是根本大绝心体的情别 可你操出那个人 我在根本海盗 法我还没有明白 明白处 在那个欺民之中 上还未接到 欺民的 整种的彻悟 下已然离开 过去红尘之中的 种种的妄职 就柔如心中 走入大漠 风沙里面 那个时候 起成了那种狂风 起成那个风沙 也面 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行者 逆年之间 面对过去成相 还在一面扑来的 种种势力时 那种奸人 那种毅力 可你还会再 随过去计量 不会了 因为石斑陀 都已经被你 遣除了 那个时候 就是担当了 所以那个 他就走进了 八百里沙海 叫做 莫赫 言弃 应该名字 都给你写的 好好的 两头都不可以赫 赫什么 两头都无可以赫处 你不可以赫中 才能够走出 如是过去 心中众生 所有一切 庆赫的流转 叫莫赫言弃 真正走进 那个沙河 你将来 真正在大禅定中 也会经过 那段沙河 那种苦渴 两头未接 那种心中的 但是因为已经到 那个阶段 一定还不会像 过去凡夫一样 再躲在凡情 不可能 所以那个时候 是毅力 所以那个时候 的毅力就有了一句 自古以来 一直流传到现在 玄奏大师的一句 名言 叫做 临向西天 一不死 不往东方 一不生 你念念之间 懂得像西天 念念 宁愿像他一不死 你不愿意再 耗耀再回头 过去的种种 东方那种 艳丽的世界 种种观感 感受这大照 过去讲东方 随缘感受 那种照显钟 你以为是 东方的大明钟 你还随去甘心 随他流转 所以他在那个 沙漠中 又失去了水带 一直要等到 他到了哭 可快死了 真正叫自知死地而厚生 不在任何 过去的法治上面 法我上面 再有任何的 有所以为 那个真正叫做 所有的一切作用 都已经渴死 你才能够在绝处 逢到甘泉 所以他这快四天几夜 没有喝到一滴水时 后来老马 找到了甘泉 找到了这个甘泉 这叫可失 潜尘水 挫身本来全 可失去虔诚的水 就不要虔诚的水 挫身 不叫瘾 身 就再再挫到水时 一个口塞四个诱 叫挫 挫身 身 再焕然一新 就是本来的甘泉 玄奘走 墨河延期八百里 虽然这个很快的 把故事讲完 他一到到一五 讲到一到一五了 过了墨河延期 就叫一五 那一五就是 法我最初破掉 就是甘文的法我破掉 所以他开始 真正开始 担当任何法我处 法我指你破了 从此以后 担当一切法我 担当一切 本来灭目 所以那个不在 法我中再讲了 假如你还有一个 法我之中 原来你知道是虚妄 但你不敢担当 一切的 现在的法我 那就不叫大绝 所以还有 间接 以为是障碍 还有间接 是障碍 都不叫大绝 所以那个国度 叫一五 一者他也 五者我也 从此再回头 再看一五 再看一切 世间对待 走出八百里的 墨河延期 走出这个沙河 走出大漠 你从此才可以 担当一切对待 所以这里面讲到 一五他故事不多 就讲到 这里有个寺庙 有一个老生 看到玄杖出来以后 快不出来 衣还不及得树 衣服还来不及树 鞋子还没来得及穿 看到玄杖以后 握着玄杖 开始哭 说今天终于又见到故乡人 记得这个故事吗 这叫从头再见故乡人 这是中门公案 你敢从头再担当故乡人吗 再担当故乡情境吗 这个故乡 当然就不必再跟你讲说 大绝本有的 本来的自信 加山的故乡 那你不知道 一切成员 所有的一切 过去的种种造作 哪一个不是 你个根本本来的加山 过去在流转中 才跟你说 一个大绝的自信加山 那自信加山在哪里 就是一切绝种吗 所以两个相拥而起 就是你真正走出 墨和盐气大漠时 你再回头看到 你心中的大明处 你也只能看到 大绝现前处 你心中那个伐喜 那个气泪 相拥而起 叫做一五 但在一五里面 你看从此走出 墨和盐气 看到一五 再敢担当故乡人时 再见故乡人时 再照见一切感受当下 你能担当一切感受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高昌 马上玄奘就被请到高昌 高昌王屈文泰 屈他还不用别的屈 用九屈的屈 九屈啊 红屈 他那个名字 红屈 我们叫屈 那也要屈 红屈 用那个屈 一个麦 是吧 一个麦子的麦 屈是什么 九母也 酿也 他已经开始念念之间 为自己酝酿什么 酝酿 闻着 是心中的锦绣 从此以后的大安 这个叫做 开始行菩萨道 那个叫登地了 登地以后再说决心 再过冲林 那以后不能往下讲 讲不完了 再过冲林 那些苦难了 那已经到登地了 那个时候的登地以后 那种富足 虽然面对的是 你不可看的那些险境 可是他已经心里面的 心中的富数 心中的富足 那已经是由王相左 由种种部队相迎 去陪侍 就再往下走 就高川王派部队了 带着他走 这个故事有听过吗 还有结伴 都是由部队保护了 那是表示你心中的富数 你再看到那个部队是什么 是屈文泰的部队 是你心中屈文泰的 你心中就有一个念头 那一念心 是让你念念走向 菩萨道的那一念心 那是一些 那是一切心的王种 那是开始酝酿一些 从此以后心中 根本菩萨道的锦绣 从此以后心中 念念在面对一切感受的大恩 叫屈文泰 所以这个屈文泰 居然跟玄奘 结为兄弟 你那年之间 你念要求法心的那个玄奘 到最后还会跟屈文泰 这两个心合并相并 所以一个在增 一个在属 就行菩萨道士 谁说故事没有表法的 从初晨 梁州瓜州 遇石潘陀 遇逢老马 换老马 过呼噜河 走到烽火台 再过墨盒盐气 掉了水壶 再喝到水 都有表法 你肯在 你真正见到 你的墨盒盐气 在荒漠之中 你自然就不好饮 潜沉水了 不好饮 过去西西还在啊 那不好饮要到什么时候 就是把过去 要念念之间 好饮潜沉水的那一念心 从此可死为止 所以玄奘差点死掉 已经昏睡了 再起来时 就夜半忽悠凉风 吹他脸时 眼睛就可以张开了 重新张开 好像沐浴一般 然后再起来出发时 老马突然不听他的话 就把他拉到一个水草边 故事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的老马也会这样 帮你拉去的 只要你肯这样子做